世界上最濃的抹茶巧克力 清爽像微風的感覺 抹到我受不了 這我有點新鮮 這我第一口就這樣抹魚子 就像太柴 太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翔哥弟 我是我A 歡迎來到阿可翔弟開箱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巧克力 不過今天這個巧克力大有來頭 Nanaya跟瘦瘦喜源所合作推出的 世界上最濃的抹茶巧克力 好的 那我們這一項是直接從日本代購過來的 今天我手上這盒售價小小的 就要760元 但以巧克力的品質好像也不會說貴到哪裏去 給大家先看 第一眼 將 有比耳美嗎 你耳朵紙 我先把那個包裝紙拆開來給大家看 真的很有日本的那種禮盒啊 或是一些伴手禮的樣子 總共有16支巧克力 從最青色的這一個比較淡的抹茶 一直到最後完全已經快要接近黑色的感覺 最後兩支只是 培茶口味 讓你搭配著吃比較不容易膩 那我覺得我今天呢 就挑前中後三支來吃 來看一下它到底會不會 抹到我受不了 那我們先從最淺的這一支開始 那這就是那種 你去淺炒寺 然後你在路上買到一些抹茶飲啊 跟一些就是比較清淡的那種抹茶的那種清香 它茶葉味就會比較香 它裡面是不是有牛奶啊 有 全粉乳 因為我吃起來是抹茶牛奶的味道啊 所以它並不是單純的抹茶加巧克力 它中間還透過了一個牛奶的奶粉作為媒介 因為我剛剛吃進去就是有乳香的 其實這一根的話我覺得偏甜耶 它雖然抹茶味是比較偏重的 但它整體甜度五顆星 我覺得第一根大概有到四顆星喔 挺甜的 但還不錯耶 我覺得是我可以接受的 接下來我們來換一下中間這一支 這個色階 怎麼突然覺得好像在介紹那個口紅喔 四個色階 然後把它塗在那個手上 這根的味道就跟剛剛那完全不一樣 它的味道更內斂了一點 我覺得這很剛好 在有苦的地方有苦 這一支的味道像 星巴克的抹茶星冰樂 更苦一點點的感覺 這一支好像是我們最平常 以及在市面上最常能吃到的抹茶味 它會帶有更多比起第一支的抹茶的苦澀 然後比較不會有第一支的那個清爽 像微風的感覺 反而呢 它是那種比較細膩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抹茶粉的綿密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甜度的話 因為苦味比較提升 大約是3.5 我覺得自己還是覺得蠻甜的 OK 我們直接挑戰最深色的 這一支是裡面最深色的 這個很香 來吧 它碰出讓你舌 喔 它碰出讓你舌尖那一刻 就開始苦了 只是因為它畢竟有這樣的奶粉在裡面 就是它這一支吃下去 你現在嘴巴會慢慢的 苦味跟色味 但是呢 你吐出起來就是很濃的那種抹茶香 這支就是完全它會在嘴巴裡面 余流非常久的抹茶味 苦到喉頭的那種苦 但是呢 你會覺得它有一股回甘的感覺 因為你吃那種超濃抹茶好像就是有一點點 想要那個抹茶虐你的喉嚨的那種感覺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被做成巧克力了 所以呢 它終究沒有我去日本吃世界上最濃抹茶冰淇淋來的濃 原因是因為它畢竟做成巧克力 然後又加了奶粉在裡面 但這幾支這樣吃下來我覺得很棒耶 這很適合送給你 身旁愛吃巧克力 又喜歡吃抹茶的朋友 他會覺得是一個誠意滿滿的禮盒 不如我們來去看一下小幫手們 吃這個最苦的這一根的反應是什麼吧 看你們的表情變化 Oh No 他代表你有變了 怎麼很想吃 很重要 怎麼有點鹹 鹹 它的味覺很怪耶 苦的可以了 我對苦的可以 你對苦的還好 你們喜歡吃抹茶嗎 嗯 世界上最濃的抹茶巧克力 而且你們剛剛喝甜的 現在味覺就會更濃 還行 還行齁 好 好苦的 好苦的 為什麼我第一次 我好像不一樣 欸 每個人吃起來不一樣 這個鹹味 它果然很像海苔 就鹹 海苔 你是不是也想嘗試一下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沒有鹹啊 有有有有 大撒 欸很像海苔耶 很像海苔耶 很像海苔 好苦啊 你們 你們四味簡直吃吃 世界上最濃的抹茶巧克力 來吃一個 來試一塊 我先看你們兩位的看 這好像是兩 超那個抹茶粉 然後 像海苔嗎 抹茶粉之一塊 還好 還好 還好不會很苦 不會到很苦 一碗 等一下去 有酷嗎 Oh No 好奇怪 很奇怪 好鹹鹹 鹹鹹的 他們都可以吃出鹹味 欸 它的味覺很怪 欸 那你呢 這是超好吃的 這是什麼 它是世界上最濃的抹茶巧克力 它的濃度很高 我沒有當作 完全打妹 好難聽喔 我覺得它很濃 沒有它很濃 你看這ok 好我們回去 由此可知 就是大家的美人的味覺系統感應出來味道是不一樣的 因為像有人說 吃起來像海苔 有人說吃出鹹味的人 甚至說像烏魚脂 那也有人覺得很難吃 有人覺得不苦 有人覺得苦 這樣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接受程度 因為它畢竟這一排 你可以買回去 反正家裡的人愛吃苦的人就吃最濃的 然後呢 不愛吃苦想吃甜 就是吃淡一點的那個 我覺得還行 還不錯 那麼 如果你要看到什麼新奇的東西 想要告訴我們的話 歡迎私訊到我們的Fastbook 或是Instagram 我們都看得到喔 那 我們祝你看表 記得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 也追我們Instagram 大家下次見 掰掰